接下来这个视频我将示范如何在iPhone上阻止你不想接收的邮件 我每天都被非常非常多的邮件在困扰 所以上我就把它阻止了 如果你也想阻止的话那请跟着我的视频来操作 在操作之前也希望你给我点个赞加个关注 下次更新不迷路 那接下来我将一步步的示范请你认真仔细观看我的视频 我是如何操作的 那接下来我们点开我们的邮件 然后找出一个你要阻止的邮件你把它点开 我找了这个第一个邮件 第一个邮件我把它点开 点开之后然后我要把它阻止 那怎么阻止呢 首先你要阻止它要打开它也可以 那我就这样阻止 这里点开 点开之后然后往下滑 滑到最底部 屏蔽发现人 这里你点开 哎 已经屏蔽了 这就显示屏蔽 然后如果你还想把它打开的话 那你就点这里 点这个叉子里 它又回来了 非常简单就这么操作 如果你还有什么问题和建议 请评论器给我留言 我每一天都在更新有用的视频 希望这一视频能帮到大家 也希望大家给我点个赞加个关注 下次更新不迷路 下个视频我们再见